我不喜欢你的长相,滚出去我的家 于是13岁那个夜晚,生活在母亲家里的小吉米 也彻底变成了一个没有家的孩子 对于幼年的他来说,生存变成了首要目标 那时候他只能不断地借助在朋友家 每晚能有一个容身之所,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高四的巴特勒热衷一篮球 在球场上他认识了乔丹·莱斯利 这个孩子比他小四年,但却敢挑战巴特勒 虽然莱斯利简单地就被巴特勒击败了 但也正是这次机会,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于是莱斯利邀请巴特勒去自己的家中居住 这是一个重组家庭 父母亲加起来一共拥有了七个孩子 莱斯利的母亲米歇尔·兰波特和他的继父 一开始并不愿意收养吉米 毕竟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如果再多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一份支出 而且因为绅士原因不断寄宿 巴特勒在当地的名声并不算很好 可因为过去的经历 他在生活中格外谨慎 刚搬过去的时 巴特勒只有一些非常旧的衣服和球袜 他习惯睡在沙发或者地板上 并且为了避免再次被赶出去 巴特勒总是小心翼翼 他从不抱怨 用米歇尔·兰波特的话说 巴特勒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 不过很快 巴特勒就成了孩子们公认的大哥 每到两天寄宿日期结束时 就有一个孩子站出来说 今天他继续邀请巴特勒在这儿再住两天 最终在孩子们的强烈要求下 来世里的父母妥协了 巴特勒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巴特勒将这份恩情铭记在心 此后的日子里 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 他从不像其他高中生一样缺客 这一点 即便在巴特勒进入NBA之后 也从没有任何改变 他不会缺席训练 并且永远是训练场上最努力的那个 值得一提的是 巴特勒在回忆这段童年时说 我知道你需要写点什么 但请求你 不要把它写成让人们可怜我 我讨厌那样 我过去的经历没有什么好难过的 我喜欢发生在我身上的经历 我感激面临过的这些挑战 正是这些磨难造就了现在的我 我讨厌